我们继续来看 讲到五蕴的胃患离之后 讲到一个比较细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 胃患离 什么是色胃 什么是色欢 什么是色离 受想形式 胃患离 好 接着 那么就问 那么比丘就跟佛又说 我们看第153月第三行 佛告比丘 他比丘白佛第二行 善哉所说欢喜随喜 更有所问 世尊银河生我慢 那么为什么会有我慢 那 这个佛就跟比丘讲 于痴无吻凡夫 这个是我们在阿含经里面 常见的 就是佛通常 从两种说法 一个是 一般世间的人 一个是 那么一个活弟子 那么来说 于痴无吻凡夫 于色见我 亦我相战 于受想形式 见我 亦我相战 于此生我慢 那 一般 如果把我慢 那么简单的讲 那么就是 三种 那 我胜 我等 我烈 分析多了 就七种 那我胜 我比别人好 我跟别人一样 我比别人差 大概就这三种 我胜 我等 我烈 好 那么这个都是由我 而来 那这个 我见 其实它就是我见 那么 这个我见 基本上 它分成三种 是我 亦我相战 它说 于色相 即是见我 亦我相战 于色 受想形式 这个是五蕴 然后见 我 基本上是 是我 亦我 相战 那通常 那么 即色 见是我 受想 行 是 见是我 亦我 那么 是我 那通常 通常 色 是我 通常会 一般说 即是我 色即是我 那 这个我们一般叫做 即运我 色受想形式 即是我 一般我们会说 这个是 即运我 即运是我 义我 就不是我 义于我 有色 义我 受义我 那么通常 通常是 义我的话 那么如果色是我 它又有几种说法 色是我 受想形式 是我 手 就上次我们讲 二十种身间 色是我 如果色是我 那么 受想形式 它就是我手 其他的就是我手 那么如果受是我 那其他的就是我手 那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 义我 义于我 那么有时候 义于我就不是我 那 如果我们从这个 离运我来讲 如果说这个是 即运我 那这个是 离于 离于这个色 有一个我 离于这个受想形式 有一个我 那这样的话 那 这个我的定义 通常 义我 义我的定义 有时候 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 这个不是我 那 另外就是说 这个我 那么这个我们会讲到 所谓的 命意 生意 命意 生意 那 命即是生 如果我们讲 这个是离运我的话 我们稍微 因为义我 到底什么是义我 即运我 离运我 离运有我 即运是我 离运有我 那么 这个我 就变成有一个灵魂 离开这个五蕴身心 有一个我 离开五蕴身心 有一个我 那么离开五蕴身心 有一个我 就是这个射受想行事之外 有一个我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变成有另外一个 所谓的命 就是灵魂的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如果说 极射是我 那么 它基本上就是 这个射就是我 或是受想行事就是我 那么这个射受想行事 坏了之后 那么 我就不在了 就没有 没有离五蕴之外 还有一个我 我就是五蕴当中的射受想行事 或射或受想行事 那当五蕴身灭坏的时候 那么我就坏了 那这个基本上 我们就叫做断见 通常是这样 那如果是 异于我 那就是离开这个射受想行事之外 有一个我 那跟这个我其实就是 我跟射受想行事 它只是结合的关系而已 那所以 这个 这个不是 这个射受想行事不是我 所以射受想行事坏的时候 我并没有坏 那基本上 我们就是有一个灵魂 类似像这样的 那这个基本上 我们叫做常见 通常是这样 那佛法里面 通常就是常见跟断见 比如施外道里面 通常就是这两种 但是婆罗门有一种我见 我们叫做 命义生义 命即是生 另外 命即是生 它通常就变成 所谓的即运我 即运我 命义生义就变成离运我 离运我 离开这个命义生义 生就是五运 射受想行事 那么命即是生 另外有一种 婆罗门的说法 命即是生 它也是命即是生 但是 命即是生 但是它不是即运我 这个即运我是断见 它是常见 命即是生 命与生不恶 命跟生不恶 就是说 命即是生 但是命与生不恶 很常不变 那么就是它都是常的 那这个是另外一种我见 那通常如果讲三种的话 是这样 那讲两种的话 其实就是常见跟断见 那婆罗门的也包括在常见里面 好 那么义我 如果这个我 如果这个我 那只是指 就是指这个灵魂 这个我 还是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我的概念 我们这个我的概念 断见的我也是我见 常见的我也是我见 我们看 我 常见 断见 那么都是我见 我见里面有常见断见 那这个断见里面就是 无印就是我 所以无印死了之后 就没有我了 所以叫做断灭见 那么它基本上就是 有这个我 只是这个运 那么运灭坏去了 它就断灭见 就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现在这个我是我 但现在死了之后 那死就死了 没有夜报 那也没有 也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 所以这个我只是指 现在活动 无印身心 有活动 这个我 那么 常见的我是 这个我是有一个灵魂 在里面 这个是灵魂 就好像 它只是一间房子 灵魂住在这个房子里面而已 那么 基本上 这个房子坏掉了 这个人会搬到 其他的房子去住的 那这个人不变的 那这个房子会变 类似像这样 所以有过去有未来 他过去住在另外一间房子 那现在住在这一间房子 那这个房子坏掉了 他又去住另外一间房子 那就六道轮回 这样转 那那个灵魂是 那个灵魂是不会坏的 那个这个是常见 那这个我 那这个我 就是常见的我 那个就是有灵魂的概念 那 这个是生命体的概念 它都都是我 但是那个我的概念 有一点不太一样 其实是这样的 好 那么这个义我 义于我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义于我 不是我 那基本上我们把它放在常见里面 那相在 我在 我在色中 色在我中 它并不是 完全没关联 就是彼此 彼此有关系 就是我在色中 色在我中 那这个是另外一种 那但是它也是一样 在这个常见里面的 那么 是我 它基本上是断见 给运我 离运我 相在我 那通常是这样 那这个我们稍微 稍微分别一下 因为它这样子 我的概念有一点不太一样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它会解释不太一样 如果 它会讲是我 那么义我 那义我 有时候会讲 我 我所 是 这个色是我 其实它是我所 这个义我是我所的概念 这个是我是我的概念 那又不一样 但是我们 基本上就是 常见断见的 这样的概念 来理解 可能会 可能会比较能够清楚一点 好 那 所以有一些 你会看到有一些解释是 是我 就是我 那义我 就是不是我 是我所 就变成 有人是这样解释 那我们就 如果从常见 命义生义 命即至生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比较容易理解 好 那现在讲 那么 那怎么样 会有我慢呢 就是一色 有这个我见 那么不管你是 常见断见 它都是我见 那因为有我见 那么就生我慢 因为我是现在的 不管过去 未来有没有 现在就是有 那么现在就是有 它就是有一个比较 它就执着这个为我 它执着这个为我 好 不管是色 受想行事 那么 比丘百佛 它说 那于色见事我 亦我相在 于受想行事 见事我 它这个我见我 其实就见事我 亦我相在 那么于此 于五蕴生我慢 于这个受想行事 生我慢 比丘百佛 善哉所说 欢喜随喜 更有所问 世尊云和德 吾我慢 好 我们先把这个经文看完 再来看它的一个问题 那么 如果从这个前后文来看 一个是生我慢 一个是德吾我慢 如果是从经文来看的话 那 他生我慢 是于色想行事 见事我亦我相在 那么德吾我慢 就不于色想行事 见事我亦我相在 那么这个经文看起来是 就是很清楚的 一个是 生我慢 生就是生起 生起这个我慢 好 那么就是于色想 于五蕴 于五蕴 这里就是五蕴 色想行事 见事我亦我相在 事我亦我相在 那 简单讲 就是 执着有我 不管是长见断见 就是于五蕴 执着有我 他基本上就是 于这个五蕴 执着有我 执着有我 不管是执射为我 简单讲就是这样 于这个五蕴 见事我亦我相在 于这个五蕴 执着有我 好 那么 这个是生我慢 那另外一个就是 德 他用的不一样 德吾我慢 那么 他的解释是 不于 五蕴 见事我亦我相在 他同样是这样 就是 那 基本上就是 不执 不于 不于五蕴 不于五蕴 执 有我 那这个是 于五蕴 执 有我 于五蕴 执 有我 于五蕴 执 有我 那不于五蕴 见事我亦我相在 不如五蕴 执 有我 好 那么 如果我们看 文章的意思是这样 好 那因为 于其事丽里面 有提到两种慢 那 所谓的 我慢 无我慢 好像 有一点好像是 我慢是一种 无我慢是一种 无我的慢一样 那其实应该 从经文里面看 得 可以证得 无 没有 去除 的无 就没有 无 就离这个我慢 离我慢 因为我慢 你怎么样有我慢 我慢是 于五蕴 只有我 就有我慢 那你怎么样 那很简单嘛 那你因为于五蕴 只有我 你就有我慢 那怎么样没有我慢 离就是没有 离 无 就是没有 没有我慢 你怎么样可以证得 无我 那其实是这样 没有我慢 那就是不于五蕴 因为你从五蕴 只有我 那你现在不于五蕴 只有我 那你就没有我慢 就很简单是这样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它是这样子的 好 所以它说 那么 于色 见 是我 亦我 相在 它都解 见我 那我们讲 就见 是我 亦我 相在 那么 于色 想 是见 是我 亦我 相在 就比较清楚 那 比丘就说 那么 善哉 所说 欢喜 学习 更有所问 云何 德 无我慢 那 不于色 见 是我 亦我 相在 不于色 想 是见 是我 亦我 相在 这个经文 应该是很明显的 那么 比丘就 白佛说 更有所问 何所知 何所见 即得 若见 好 第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会有 我 我 我慢 第二个 怎么样没有 我慢 第三个 怎么样才能 彻底 究竟解脱 因为你 无我 断身见 那 基本上 还只是正出国而已 那还要把所有 真正的彻底 把我慢 断尽 把所有的烦恼 都断尽 那是解脱 就 既得 若见 那还有一种就是 那么就算 那么你 你把 无我 彻底的讲 无我 就是阿罗汉 彻底的说 无我 就是阿罗汉 那么 现在的问题是 既得若见 我怎么样 很快的 就可以 正得 无我 这是 这是一个问题 好 所以 我跟比丘讲 诸所有色 那要怎么 要怎么样 很快的 正得 无我 彻底的 正得 无我 那我们说 无我 基本上 有两种 一种 是 所谓的 从智 跟他 来讲 不得且的我见 那么跟 撒迦也见 撒迦也见 跟捕头 确的我见 一种是 所谓的 分别我见 分别我止 跟巨生我止 就从这两种 好 那 这里 这里讲 若 诸所有色 若过去未来 现在 念外出息 好丑远见 那么你这样去观 那我们早上有讲 那为什么 有些人一观就很容易成就 有些人观不成就 那基本上就是你 你观必须 那我们说要信戒定慧 那么你这一些本身的那个 那个无漏慧 无漏慧的那个 那个力量要有 无漏慧的力量一定来自于 两个 一个是有漏慧的讯息 文师修 文所成 师所成 修所成 无漏慧是正所成慧 那无漏慧一定来自于有漏慧的文师修 以及 定 定的 定的真上 那么才有办法 因为定才能够引发无漏慧 如果你有定 但是没有有漏慧的文师修 你也成不了 你也正不了无我 但是他一定要有定跟慧 那这个慧一定 慧的前身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文师修 我们再写一下 他通常是这样 叫做三无漏慧 这是田远金讲的 界定慧 那 佛法基本上叫做 增上心弦 增上慧弦 那 慧 通常 它就是分三个层次 叫做文师修 然后 这个是 慧有分两个层次 我们读我来讲 有漏慧跟无漏慧 那我们一定是从有漏慧开始的 我们不可能带着无我修无我 我们是带着有我修无我的 带着我剑来修无我的 一定是有漏慧开始 那么从有漏慧到无漏慧 那从无漏慧才得解脱 从有漏到无漏 从无漏得解脱 那解脱 好 那么 这个有漏主要是 主要的漏是我爱我剑 漏是烦恼 主要的烦恼是我爱我剑 所以我们就带着我爱我剑 我们带着我爱我剑 来调伏我爱 来去除我剑 基本上是来调伏浴滩 然后 然后来 来这个去除我剑的 离我剑的 那这个有漏慧 有漏慧一定是文师修 文师修 那么这个是正 正所成为 文所成 那么师所成 修所成 正所成 那么之后 那么断分别我剑 断分别断 我们可以说 这个断分别我剑 断分别我剑 跟巨生我剑 应该是这样 这个断 一个分别我剑 这个断巨生我剑 之后就得涅槃 就得涅槃制 那么得涅槃制之后 就有所谓的有余涅槃 无余涅槃 有余 就有这个余报生 没有这个夜报生 但是他已经正无声了 就得无声了 好 那这里 这个无漏会 无漏会的引发 一定要有定 有漏会还不一定 有漏会不用定 那有漏会的文 一定要先文什么 就是这里讲的 要先文无我 那我们说 那个前身 他还有这个文会 有漏会里面 文会里面还先有两个 一个是世间 一个是初世间 那么要有世间跟初世间 世间的证件没有 我初世间的证件不会有 那么写有世间证件 那么有初世间证件 那初世间的证件就是三法院 世间证件 我们说世间是室友 有善恶 夜报 繁盛 那么过去未来 去来 有善恶 夜报 去来 繁盛 那么初世间就是三 那么这个无常 无我无尾 就是你要先知道 有无我 重点是无我 重点是有无我 有无我的观念 那这个如果没有先建立 那没办法 你要先知道 解脱的关键是无我 最近很多人在研究这个人员经 人员经的观念 它并不是 无我的观念 那一般阿含经里面讲 这个 众生无死生死 众生从无死解来 这样生生死 众生无死生死 无名所赋 爱解所欲 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济 或是愚痴无闻凡夫 无名所赋 爱解所欲 感得此有事之身 那么基本上 它是无名所赋 爱解所欲 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问题 在阿含经 如果是阿含经里面 很常见的就是 像这里也是在讲 怎么样会有我慢 为什么会有我慢 那怎么样理我慢 它讲这个问题 怎么样我慢 你就摄受想情是执走为我 那这个我包括 是我一碗相看 那怎么样理我慢 那你就不执走 有我就好了 你摄受想情是不执走 不管是长见断见 不执走有我 无我 但是 这个是阿含经里面的 无名所赋 爱解所欲 那我们说 无名跟贪爱 无名 主要的根本的无名 是我见 爱解所欲 那就从现实的身心来讲 那么主要的爱解是浴滩 所以有时候叫调腹浴滩 有时候是断除无名 从这两个地方都可以 这是浴滩 爱解所欲 因为这样 长夜轮回 那就是我 这个是我见 这个是我爱 那因为有我见 见是我 执着我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是杂阿含经的 你就是无我 你就可以解脱 那 人眼经的不是这么说 人眼经是真常为心的经典 真常为心又有两种 一种是跟 为世结合的 比如说人且经 密言经 这种都为世结合的 阿拉耶跟如来藏结合的 那一种就是 以如来藏为主的 像人眼经 大波涅槃经 圣漫经 这种 那么这种是 以真常心为主的 就是 如来藏的说法就是 因为依如来藏而有生死 依如来藏而有生死 依如来藏而有涅槃 那么 如来藏是不变的 如来藏是不变的 那么人眼经的说法是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无死 就是 无死结来 生死相续 皆有不知 常住真心 信尽名品 这个是 藏案经的说法 无死生死 皆是 无名所欲 无名所付 爱结所欲 所以你才会 长夜轮回 不知 不知苦之本尽 人眼经不这么说 人眼经说 一切众生 无死相续 皆有不知 常住真心 信尽名品 不知 这里讲的是 你不知无我 人眼经讲的是 不知 之所以会有生死相续 皆有不知 常住真心 信尽名品 你不知 你不知有一个真我 所以你 才有生死 那么你解脱 你就是 把这个真我找回来 见到这个真我 那么你就解脱了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切众生 无死以来 生死相续 皆有不知 常住真心 信尽名品 用诸妄想 奇想不争 故有轮转 我以前很会背 因为我觉得 这句很重要 我是开悟在人眼 我是一直可得解脱 我要把这句背起来 后来你在研究阿含经 他不是这么说 像现在讲的 你为什么有我慢 你怎么样可以理我慢 那么如果照这个来说的话 那么你这样 你要把那个真我找回来 常住真心 信尽名品 所以他的明心见信 明真心见自信 阿含经 波罗经是讲无自信 阿含经是讲无我 他这个我是假我 但是有一个真我 这个其实婆罗门教 也是这么说的 放我合一的 有一个放我 那你找到那个犯 回归到本自清净的犯 那你就解脱了 那这样的说法 基本上 跟阿含经的说法 当然不一样 而且 很大的不一样 那像 后来 这个 华元经 一般会这么说 其家其家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德性 只因妄想而不正德 那这个是经过修改的句子 我以前是被这个 那个是祖师修改过的 华元经的原文是 这个如来智慧 如来无碍 如来什么 具主在众生身中 众生不知 不见不信 所以才会生死 那么这个已经有所谓的 我们说有那种 自信亲近的 那个意识在里面了 但是最主要的 它只是说 真常为心的经典 它基本上 我们说它也是有作用 就是说 因为 大部分印度的人是相信 因为他们 他们是从小就学习 废陀经典 他们并没有从小学习佛法 就有一点像 佛教虽然在中国很流传 但是 大部分的人 从小读四十五经 读儒家的经典 并没有读佛教的经典 所以 他们根深底固 有那个观念在的 那么你讲这个 是比较色色多数人的 就好像 很多法会为什么 很多人很相应 因为 大家骨子里面 从小都是拜神的 那都是道教的影响 所以这一套道教的方法 很相应 很简单的 这个就是契机的问题 但契机是 先与玉钩签 后令入佛制 但是我们现在的契机是 就 一辈子都勾在那个玉钩里面 就是功德 出不了 出不了 没有入佛制 而且离佛越来越远 那这个样子 就是说 现在的契机 已经没有礼上可说了 那是契机 是为了契礼 佛也说 说法 第一个是要契机 你不契机 你再有礼都没有用 你再 你不契机 你多有礼都没有用 人家不听 听不进去 那听了 听了不明白 那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 所以第一个要先契机 然后要契礼 那么 但是 如果你只契机 不契礼 那跟外道一样 那跟外道一样 那如果你只契礼 不契机 那有奖跟没奖一样 中式闲言语 那这样 所以 但是契机是第一步 你先 你先进来 我好好跟你讲 那你在外面 我怎么讲 你都听不进去 听不到 所以没办法 先让你进来 我好好跟你说 那你一旦进来 慢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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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大部分我们也没有理 就不知道有理 那所以 你一进来 再怎么说 都是这样说 那这样也麻烦 所以我们现在 要把它分清楚 那现在比如说 那怎么样理我慢 那这个我 这个我 那比如说 你说像延津讲的 一切众生 无死相惜 皆有不知 常住心心 信尽灵体 用诸妄想 你想得不对 那你要 你要看到这个 真心自信 那么你想对了 你才能解脱 你想不对 所以你才会生死 但是如果从杂阿涵 阿涵经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来看 那么你看到这个我 是我 亦我相在 那么基本上 这个等于什么 亦我 亦于我 有没有 在这个五印神经之外 夹我嘛 就是 无死相续 皆有不知 常住真心 信尽灵体 你认识的我 不是真我 所以你才会轮回 现在你要认识 那个真我 你才不轮回 那这样 这个我是义我 义于我 无意义于我 有一个真我 有没有 那这个从阿涵经来讲 这样讲 人眼镜这样的说法 人眼镜这样的说法 从阿涵经来讲 它就是义于我 是我义我 那么其实是 你有这个观念 你不能理我慢的 你有办法得解脱的 那 就是说 为什么 就是佛法里面到 中国佛教从 一开始 真常为心 就是从涅槃经开始的 一切众生皆有佛心 然后慢慢慢慢 到 后期 人眼镜 做总结 一开始 以涅槃经为主 一切众生皆有佛心 深宫收法 往死点头 南北朝的时代 就从这里开始 之前是道安的 波罗经 所以后来 波罗经变成不了意的 就是这样 以涅槃经为主 那涅槃经 从南北朝时代 就一直很圣形 那么跟 跟中国的思想 跟大部分人的观念 都是结合的 因为世间的人 都是有我的观念 那告诉你 不是无我 无我其实是 蛮敢理解的 要是这样 告诉你有我 但是你要找出 那个真我就好了 那 那后来 后来慢慢 有维世的经典 那维世基本上 理 理字里面 理字里面 无始时来界 一切法等于 有此有生死 及涅槃正德 有一个如来杖 那 但是其实就是 有一个阿拉野 它基本上 是有一个阿拉野 那阿拉野是 清静跟杂染合合的 所以它是杂染医 但是你把杂染的去掉 就变成完全清静的 那 这个如来杖 在阿拉野的深处里面 所以你把这个去处 把外面的杂染去掉 就变成完全清静的 原成石 就变成这样 所以 阿拉野最终 要跟如来杖结合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讲了 会不会有点 太复杂一点 那 好 我们不要讲那么多了 讲这么多 有点复杂 就变成大圣三细 那么基本上 它是这样子的 那么 闻思修正 我们先讲这个 那么 你 无漏得解脱 你必须要闻 要闻什么 要闻 闻之有无我 那么你一定要先从 先从世间正见 那么你的初世间正见才能建立 你世间正见没有 所以借进取 我们早上讲 借进取 那么你初世间正见 一定要先有无我的观念 那无我的观念是没有我 但是不是断见 不是常见 不是死了之后 什么都没有 也不是死了之后 有一个不变的 恒常的 真心的 也不是这样 那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就变成 是怎么样 是没有办法 我们这样来理解 来说明的 它必须要透过闻思修 那闻是什么 叫先知无我 那么思 这个就讲思了 色受想行事 若过去 若未来 若现在 若好 若丑 若远 若近 那么这一些 这里是 四类十一种 过去现在都会来 内外 内外 豪丑 粗细 远近 若内 若外 若粗 若细 若好 若丑 若远近 好 那你就去观 你就去思维 你先思维 然后修 修就是什么 修基本上就是 心跟定相应才能修 你要跟定相应 你才是修 跟这个定相应 你才有办法修 诗还不用 诗是闪心就可以 那通常你专精思维 诗就要正念 专精思维 我们讲佛法 佛陀 佛陀 佛陀跟弟子说了之后 弟子都要 独一尽处 专精思维 不放一注 那这个诗 我们说这个诗 它就变成 要专精思维 那先专精思维 之前要如理思维 就是 如理就是 你要先有 无我的证件 什么是无我 射受想行无我 不是我 非是我 亦我相在 你要先如理 要不是我 不是我 亦我相在 射受想行是 前面讲的射受想行是 不见射受想行是 是我亦我相在 你要先有这样的观念 那么要如理 那么 这个是 你要先有这个文 然后之后 之后要有证件 这个是证件 然后要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 内外出戏 好丑远近 过去现在未来 好 那你这样好好的去思维 专精思维 专精思维 内外出戏 好 内外出戏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出戏 好丑远近 然后一次又一次的 孤色六根 那么一心不乱的 这样去思想 然后跟定相应 先跟正念相应 正念之后就正定 正念之后是正定 然后跟正 这个基本上 比较像正念 正念 然后算正定 然后正定相应 那正定相应之后 那么就引发无路会 这个基本上 比较像正念相应 那这个是跟正定相应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引发无路会 就跟无路相应 这个还是有路的 这个还是有路的 那我们说 那你为什么 这样想想不起来 第一个 你定不成就 那定不成就 你正念不成就 你正念不成就 你可能戒不成就 你念在的功德没有具足 所以叫你修三十七道平 那先修对治法 比如说你散乱咒 你修出入戏 你这个浴探中 你修不进观 那你看你什么样 那么你这个 我执中 你修戒分别观 反正就是先对治 那你的业障中 障碍中 在修行很多障碍 那么你就先修修 忏悔法门 反正就 这前面的都是要 来让你修这个的 那如果你没有具足的话 那么你就要先具足 具足戒 具足定 具足会 那么戒定会不容易具足 是因为你的信 你相信 你就是你对佛法的理解 不具足 所以你要从信开始修 信三宝的实德能 就是这些 那么心尽为信 那么先要理解 就是说你对佛法的信心 信心 因为信为能路 自为能度 你连路都入不了门 因为你所信的不是佛法 糟糕在这里 你所信的不是佛法 不是佛解脱法 不是佛所说的法 那么是掺着外道的 那就比较麻烦 那这个是你的信 不是正信 那不是正信 你当然就不能够 以此得解脱 你怎么可能 这个东西就不是 不能吃的 你这煮 要煮杀 你要煮杀 成饭 煮不了 你要炼杀成有 炼不了 就没办法 所以 或者说 这个油油 但油很少 那念了很久 才念一丁点的油 就好像你带一大堆的米糠 印度的 我之前读那个印度的五卷书 那么 他说 你在一大堆的米糠之中 找米 也能找得到 但是找了一天 找不到一碗饭的 那个米糠 就是人家把那个米剥掉 还有剩下 那你总会找到几粒 没有剥掉的 那一大堆里面 你去找着找 也可以找到 但是找了一天 找不到一碗饭吃 我告诉你 那么有时候 你那个观念不正确 就是这样 你用了很多的力量 但是 因为 它 它这个 就不是那个果 但是 它因为它掺的 它掺的 就好像 你想喝果汁 维他命C 芭辣汁好了 那这个芭辣汁 它只有百分之一的芭辣 其他都是加其他的东西 它也叫做芭辣汁 但是 你喝这种芭辣汁 那你喝到饱 你都 没有一颗芭辣的营养 类似像这样 那很多的佛法 基本上是这样掺的 真的是这样掺的 那你要能够简责 所以 鹅王 加了带透的水 他只吸那个 你不吸那个水 那我们都要练就这种功夫 就是你要理解 那这一些哪些是方便说 这些哪些是究竟说 这些哪是 那么 这个 为了对峙 众生的烦恼 所以才有四溪谈 这个是对峙某些烦恼说的 这个是针对 这个世间某些人说的 这是针对个人说的 那么是相应也 要涉受这些世间 才方便说的 要对峙个人的烦恼 这样方便说的 要提升你的信心 方便说的 这个你要分清楚 你不要把方便当究竟 那这样你就会修很久 修不来 你要 你如果没有办法 常常就是 你的体会没有办法深入的话 那很多东西是因为 你本身所闻的 闻的东西 那么 就是它正性的成分 正性的成分是有问题的 那闻思修 然后正 闻就是闻什么 闻无我 那你知道 一切众生 像这里讲也一样 那怎么样会有我慢 生死的关键是什么 我见 我见我爱 生死的关键 无名所付 无时生死 无名所付 爱解所信 我爱跟我见 那为什么会有 这里讲 为什么会有我见 为什么会有我见 你就是 以色作响情是 只见 是我 亦我相在 那怎么样 没有我见 好 那 它这个就是 诗的部分了 怎么样没有我见 你要相信 你要知道 你要去想 那色是我 如果色是我 那色 它的变化 它是什么 它是四大及四大所造 那受是我 受是什么 那受响情 早上讲的 受响情是六处路处 所生起的 那四呢 四就是六四 那跟成何而做生事的 好 那么这一些基本上 都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 它都无常苦变异的 都会改变的 好 那这些哪里是我呢 你就这样去想 它就是如理思维去想 那思维里面 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硕硕思维 那就叫做不放异注 那专精 那一心一意 就这样去想 那么这个已经 从正念到正定 从闻 闻之后 从诗到修 那么心从正念到正定 那么之后 引发五肉会 就建无我了 那正无我 那一开始 是断身见 有些就直接断了 彻底就断了我见 那断身见 那如果 粗一点的就 因为它也有见我失望 我爱 我爱是比较 它有一些东西 它没有办法 全部断掉 那有的人可以 有的人一正就正阿罗汉 一正就正阿罗汉 那有的人正出国 出国到试国中间 有的人还要隔好几次 那有的就 直接就正阿罗汉 那很快 也许就是 出国二国三国出国 很快 以下就安证阿罗汉 那有的不是 有的要慢慢慢慢 那跟原来的烦恼 那么出跟戏有关系 所以你了解了之后 你了解了之后 文师修正 那么从有漏到无漏 从正念到正 定跟定相应 那么这里就是 定跟会具主 那这里就是有漏会 基本上是 还没有跟 即使 但是你如果你有定 你有定 你修定 但是你修定的时候 你没有正见 没有这个文师修 无我 那么这个时候 你所正的是什么 正的是真心自信 那么如果从 你正到 见到 我有真心自信 见到常驻真心 见到如来杖 那这样的话 从阿罕经来讲 从阿罕经来讲 它不是解脱 你如果认为解脱 那个叫做什么 真上漫 未正严正 通常是这样 好 那因为这种 因为大圣经典 我并不是说 大圣经典 讲的不对 大圣经典 有非常多类 非常多类 但是我们有很多一类的 中国佛教流传的 基本上都是 主要是以真常维心为主 真常维心为主 那么从最初的涅槃经 到我们的大波涅槃经 到最后 这是真常维心的代表 人缘经 那么也有一阵 流行元节经 但是元节经后来 比较不流行 那元节经也是 也是类似像 但是它讲的 并不是都没有道理 但是它是比较 涉受那一些 就是 比较信心怯懦的人 那告诉你 那本来 本质清净 本来就是佛 那本来具足 是这一类的 那么这种 如果处理得不小心 想得不对 那很快就变成婆罗门 就婆罗门的放我思想 如果你想得不对 如果你想得对 还可以 你转回来还可以 如果你转不对 你就认为 真的有一个真我 那其实你就是 那你就是这个 印度的婆罗门 放我合一的思想 那这个其实是蛮多的 奥伊苏的思想 奥伊苏有时候 很容易被误会 成熟佛法 好 那我们让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就是什么 你就是 怎么样得 怎么样 怎么样 得无我 那你就是 你所执着的东西 放掉就好了 不渝 那怎么样 急得漏尽 把烦恼断尽 所以他这里就是 告诉你怎么样修 那么你要 仔细地去思维观察 若过去若未来 若现在若内外 内外出息 好丑远近 那么一切 非我不亦我不相债 那么五印都是这样 那么如是知 如是见 你这样知 你这样见 那么正念正知 那么就跟 这个先要有正见了 正见之后 然后正念正知 然后就怎么样 就得正觉 那么就可以解脱了 那么 所以就是 从如是知 如是见 到如时知 如时见 这基本上是这样 那 思跟修是 如是知 如时见 如是知 就告诉你 如是 如是就刚才讲的 这个受受想行事 你去观察 这个是思修了 思修了 一般 如果从三种般若来讲 叫做观照般若 叫做观照般若 那那个无我 这个是文字般若 那你心去观照 你这样去观照 那你这样先听 比如说 过去现在 另外好丑远近 这个是文字上 声音上 你知道 那你这样实际上 先去修 那个是思跟修了 那修之后 那么你真正见到了 从如是知 如是见 你的知见 你的知见 是如是 你的知见 是如是 那道 如时知 如时见 那这个就是正儿 如时知 你就 就见到他 他实际上是这样的 如时知 如时见 你就照这样讲的 去做观察 那你确确见到 真的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那你就正了 基本上 基本上 这个是阿含经里面的教法 那我们当然 尤其是中国佛教 那中国佛教的经典 非常的多 我们现在的佛法 分成三大类 南传 北传 藏传 那北传是中国佛教 那中国佛教 它通常是 初期大圣 跟中期大圣的经典多 藏传佛教是 后期大圣的经典多 而且掺扎很多 婆罗门的思想 那南传是 南传是 没有大圣经典 但是 布派的思想 很浓厚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 它各有优缺点 那北传的经典 非常的多 那夹杂的很多 祖师大德经典 非常的多 那么这些观念里面 这些观念里面 如果大部分的人 不会去分别这个 那也不太去研究这个 那么 相信 我们是这样 相信佛陀 那么相信 祖师大德 但是佛陀 跟祖师大德 讲的不一定一样 那我们会认为 祖师大德 就是佛的代言人 不一定 那么所有的经典 都是佛说的 不是 那么我们 所以先要先理解 到底佛说了些什么 所以我常常讲 我们归于佛 我们要先知道 第一个什么是佛 第二个 佛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那我们在检视 我们到底都学了些什么 这个要先弄清楚 那你才能够确定 我是不是归依佛 归向依依子 那么 我是不是跟着佛学习 我是不是正在学佛 向着佛学习 你都学佛 可是我看你学的都不是佛 那这样就麻烦了 所以你说你画的是老虎 可是我怎么看 你画的都是狗 那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那所以这种就是说 你不知道 你还自己以为坚持 这个就是老虎 不是 你画的看起来像是狗 老虎哪有长这样子了 那一样 那你说你是学佛 那 可是我看你就不太像是 佛哪有这样子的 那佛哪里是这样说的 佛哪里是这样修的 那佛法有讲 那你只要真的照八正道 一中道 八正道 那么他肯定一定能够解脱 什么时候会解脱不知道 但一定会解脱 就好像这个水 什么时候会满不知道 但你已经确定 这个桶子是没有漏的 然后它是一个装水的 那么这个水 这个水桶有多大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只要我一直装水 一直装水 它有一天一定会满 这个是不能华语的 不得华语的 一定会满的 因为我每天加一点 那你怎么加怎么加都不会满 但是你会看到水 少跟水深 你不晓得它有多深 但是你跟它喊的时候 它那个回音不一样 你就知道 你可以确定 你到底可以测定 这个大概 离满还有多久 那真的就是这样 那你修行的时候 你从哪里知道 你一定可以得解脱 从 这个舍利佛又讲了 你从哪里知道 你一定可以得解脱 从你 依着佛修行 那么 确实如佛所说 你烦恼越来越少 你烦恼的时间越来越少 你烦恼的次数越来越少 你烦恼的程度越来越轻 那么你就知道 你渐渐可以断烦恼 那本来会起烦恼的 现在不起烦恼 那么你从哪里可以 你哪里可以证得这个东西 因为你依佛法修行 那么你表现在 证见证思维 你表现在哪里 表现在正义正义正义正命里面 那你只要加工又行 那么你渐渐渐渐 一定趋向解脱 你有初世间的证见 你有世间的证见 你就一定不会做三二道 你有初世间的证见 你就一定趋向解脱 这个是法尔如式的东西啊 他并不是说 给你画一个大饼 那什么时候吃了到不知道 没有 他有宪法热注啊 他是实际上 实际上如是因 如是果的东西啊 你要确定的是如是因 那么你不用确定如是果 你只要确定这一杯是水 干净的水 那么你不用怀疑它会不会解渴 这种东西是这样子的嘛 先下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